他是美国最没有底线的律师 专为十恶不赦的人辩护 只要钱到尾 不管是谋杀还是贩卖违禁品 统统都能让你全身而退 再不借也至少减刑十年以上 你看这个罪犯 伍德森 因私人恩怨枪杀仇人 毕舍普警察在伍德森车后备厢发现了凶器 此行本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 但架不住律师米奇能言善变 他问毕舍普 搜查过程中 车是否停在伍德森的车库里 而非街边 因为搜查令的授权范围 仅限在伍德森的住宅里 得到了确定的回答后 米奇指出 根据气象级记录 当晚十一点左右下了大暴雨 毕舍普是在十点三十分之间的搜查 那时候还没有下雨 那问题就来了 如果下雨前 车是停在车库里的 那按键照片里的车保险杠上 怎么会有雨水的痕迹呢 答案很明显 这辆车其实是停在街边的 那样的话就超出了搜查令的授权范围 所以即便政治能够证明伍德森杀了人 米奇也有权就毕舍普非法搜查的理由 驳回寄宿 毕舍普看不惯抓法律控制 为所欲为的米奇 简高说他这样的把戏痴造会害死人 也会害死他自己 米奇没空和他掰扯 他还记得拒接下一起案件 这个男人 朱莲安 被指控谋杀了一个叫吉塞尔的女人 米奇和私者的关系肥浅 但他曾告诉米奇的名字不是吉塞尔 而是格洛利亚 格洛利亚是特殊行业女 她和朱莲安的相识 是由另一个女人四代吸引件的 朱莲安在他们这种行业里算是中间人 为他们介绍客户并抽成20% 谋杀发生之前 朱莲安正在格洛利亚家中收账 他本来是要见两个客户 第二个客户没有露面 格洛利亚也就没拿到所有的钱 他欠了朱莲安不少钱 朱莲安不相信他的话 两人大吵一架 而朱莲安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先行离开 走的时候大概11点左右 格洛利亚还好端端的 在狱探访结束后 米奇回到了家中 冰箱上还贴着格洛利亚借来的明信片 他来不及思考 就接到医院打来的电话 老友李格尔因心脏病住院了 米奇探望时 顺带提起了格洛利亚的事 在上一季里 格洛利亚是米奇的圣人 帮他亲手将杀人魔罗素 以及大独销赫克托送进了监狱 他答应脱离特殊行业 去夏威夷和母亲一起生活 可那张明信片 根本不是从夏威夷寄来的 格洛利亚一直留在洛杉矶 没有离开 只是改了个名字 干着老本行 赫克托这个人 心狠手辣 无恶不作 有没有可能 这是他缩手外面的爪牙 报复格洛利亚 李格尔反倒有些担心米奇 如果赫克托真的是凶手 那从亲手送他进监狱的米奇 将会是下一个目标 朱利亚的男友大位寄来律师费 竟然还是第一次见到用金条结账的 沉甸甸的 一只手都拿不稳 律师助理和大胡子刚读完蜜月回来 律师所的人凑齐了 他们一同讨论 格洛利亚的案子该从何下手 就在这时 米奇的女儿打来电话 从小照看她的保姆阿姨有了麻烦 据说是保姆的儿子艾迪 被指控从比复利山庄 接走了某人的车 因为是女儿的请求 米奇非常上心 她首先找艾迪了解了事情始末 前一天晚上 艾迪要见比复利山庄的朋友 有个男人带着花瓶一样的老婆 看着兰博基尼过来 把钥匙丢给艾迪 还塞了15美金 显然她是将艾迪 当成山庄的服务生了 艾迪怒存心中情 将男人的车停在其他结局 只是想给她一些教训罢了 谁曾想男人进直接报了警 指控艾迪偷车 出警的警方刚好将艾迪抓了个正着 调查过程中 他们还发现艾迪驾驶兰博基尼 行驶了很长距离 艾迪这才老实交代 那可是兰博基尼 谁不喜欢啊 所以她在停车之前 还开着车兜了好大一圈 警方有监控为证 男人又捏造证据 说是回家的路上 被艾迪拿枪顶着头 不得已之前才交出车钥匙 她被吓懵了 脑海里想的全是她美丽的妻子 可这时 艾迪却说 她看到的花瓶是个金发女人 比法庭上男人的妻子要年轻得多 米奇瞬间找到了突破口 她首先问男人 当晚被抢之后是怎么回家的 男人说是用钥匙开门进去的 还展示了那串钥匙 和大多数人一样 车钥匙跟加梅钥匙穿在一起 那就奇怪了 如果艾迪当晚持枪抢了她的车 那她在惊慌下 肯定直接将一整串钥匙都给了艾迪 她要是怎么开门进屋的呢 除非她给艾迪的 是戴克博士的专用钥匙 男人一下就慌了 开始解释 可妻子明显从这段问话里提出端倪 她愤怒地站起身质问男人 是不是又跟那个狐妹子混在一起 如今编造一套被抢查的谎言 不过是为了掩盖婚外情的痕迹吧 而控方律师自知不是米奇的对手 饿了资深的胜负率 和她达成协议 免需艾迪的罚款 清楚定罪判决记录 艾迪的案件圆满解决 但她工作又出了大麻烦 经理听她卷入劫车案 二话不说下达解雇通知 她是个说一不二的人 欠米奇的高额律师费 说什么都要还 刚好米奇这里还差一个全职司机 这不就巧了吗 艾迪不仅会开车 还是柔道黑带 能兼职保镖 他们当即拍板 由艾迪做米奇的新任司机 律师费就从美洲薪资里面扣述 另一边 大胡子按照米奇的吩咐 去见了格罗利亚的邻居 谋杀发生当天 她听见隔壁传了很大的争吵声 有个人很气愤地对格罗利亚说 别忘想欺骗她 就在这人走后 邻居闻见很大的烟味 紧接着就起了火 等消防局赶来时 喷林设备已经把火浇灭了 除此之外 大胡子拿到了尸检报告 格罗利亚的蛇骨以及脖子骨折 说明死因可能是扼杀 邻居听见的吵当声是11点 推测当时朱利安 这和格罗利亚因前的是争吵 后来朱利安11点离开 房地里发生火灾 消防队11点43分赶到 中头的43分钟 足够大毒箱喝口头的同伙实施谋杀 但那场火业是怎么回事 是凶手为了掩盖踪迹的手段吗 米斯重新见了朱利安 向他询问当天晚上两位客户的名字 布拉德和丹尼尔 布拉德在半岛酒店店的房 丹尼尔则是在罗斯福酒店 但他全程没有露面 因为格罗利亚有撒谎的前科 所以朱利安怀疑 是他拿走钱挥霍了 两人争吵时格罗利亚还动起了手 出鱼自卫 朱利安扼住了他的脖子 看来之前的问话里 朱利安规避了对自己不利的消息 而他现在也不敢隐瞒 告诉米奇 格罗利亚说过 如果他出了什么事 就马上去找米奇 也是因为这番话 米奇原谅了朱利安对他的隐瞒 今天本应该是格罗利亚开庭的日子 米奇尔偶遇了 曾处理伍德斯案的毕社普探院 他现在已经成了 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员 两人以后会经常打交道 他也放下狠话 走着瞧 看谁能笑到最后 就在这时 朱利安的男友大卫找到两人 他刚接到拘留所的电话 朱利安被靠在巴士里 犯了幽闭恐惧症 刚被送进医院 案件值得延期审理 谁也没料到 当天晚上又发生了意外 艾迪刚刚将米奇送回家 就看见大门竟然敞开着 屋里一片狼藉 满是打砸的痕迹 而当米奇拿走床上的枕头 里面居然还藏着一条响尾蛇 幕后之人行踪不明 但能肯定的是 这是特意给米奇的警告 格罗利亚被杀 有人想让朱利安当替罪羊 事情做到这种程度 反而让米奇坚信 朱利安是无辜的 但胡子带然检查了房子里 每一扇窗户 每刀裂缝 但干这件事的人是行家里手 愣是没查到一点痕迹 米奇倒是想到 格罗利亚运还当晚的两个客人很可疑 尤其是第二个爽约的丹尼尔 让大胡子帮忙去罗斯福酒店 调查监控录像 但他们没拿到法庭的授权令 经理又以保护客人隐私为由 软硬不失 但胡子牵涉一酒店发生过 明星也自泄露事情威胁 又拿出一千美金贿赂 全都被尽了一口回绝 米奇又见到一桩疑难杂案 当事人持枪入室抢劫 还伤害了一个女人 他能清晰指认出凶手 目前的形势对当事人非常不利 米奇先是指出女人有近视 询问他案发时是否有戴眼镜 可女人却说 当天他戴的是隐形眼镜 比框架眼镜看得还要清晰 接着 米奇又说女人所住的街区附近 有太多和当事人外貌相似的路人 是否存在他错认的可能 可女人却说 在极度的恐惧之下 他努力将所有的感官都集中在眼睛 已经将凶手的模样刻进脑海 就是亭上正坐着的 米奇的当事人 眼看所有人都认定当事人就是凶手 陪神团也都准备好做出裁决 而这次 米奇竟然没有再诡辩 反而认怂说无法推翻女人的证词 当事人瞬间暴怒 狠揍了米奇一顿 但谁能料到这竟是米奇的计谋之一 当事人在亭上殴打律师 无因会让陪神团对他抱有偏见 为保证法庭的公正性 案件只能留审 控方需重新搜集证据 择期上诉 郑重吓坏 米奇不顾被殴打后的疼痛 带着笑容得意地走出法院 恰好遇上地方检察员 安德利亚 他对米奇的这种行为早就见怪不惯 男人简单寒善一证 米奇就让门口等候已久的艾迪 送他去医院迎接李格尔出院 顺带一提 刚才法庭上那招苦肉计 米奇可是深得李格尔的真传 他才没有被揍得那么严重 只是用了一枚雪浆胶囊误导罢了 这下女人看到当事人那么暴力 极大可能不敢出庭 反而会申请天外和解 至少能让当事人减轻十年 米奇将话题展到格罗利亚案 李格尔得知有人传入米奇家中留下警告 提醒他 一定要小心 虽然他现在一个人生活 但这不意味着他没有牵挂的眼 米奇望着手机里用女儿照片设置的壁纸 心里翻出一阵苦涩 大胡子已经朝到两个神秘客人的信息 布拉德 是一家农业公司的管理顾问 他在告别格罗利亚后就回家了 没有做案时间 至于第二个客人 丹尼 案发当晚 没有任何人 用这个名字在罗斯福酒店订房 朱利亚曾告诉米奇 每次安排业务前 都会打电话确认客户在哪个房间 而当晚丹尼尔就是在 837号房和他联系 只有一个可能 丹尼尔是通过非正规渠道入住 眼下也只有先搞到监控录像 才能进一步调查 朱利亚出院后马上要进行出审 法庭指派的公诉律师 威廉是个新人 看下去手忙脚乱的 缺乏经验 初次见面他就跟米奇求和 说控辨双方没必要剑拔弩张 米奇一时还以为好运起来了 说不定这次庭审 都不用他大费周章诡辩 万万没想到 这个威廉实则扮猪吃老虎 米奇刚提交保释申请 威廉就拿出一份文件 说要给朱利亚增加一条 特殊情形之扣 证据表明 朱利亚曾使用一件物品 放火点燃受害者的公寓 并且根据最终尸检报告 死者蛇骨骨折 表明他曾受恶窒息 验尸官还判定 死者在死亡时肺部吸入了烟 也就是说 死亡原因其实不是扼杀 而是随后吸入了烟导致 但此前米奇的办公室 从未收到这份报告 威廉狡辩说 那可能是他疏忽了 真是不好意思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威廉是故意要将米奇一军的 但事已至此 法官也无能为力 案件涉及特殊情形指控 不得报失 出审择机进行 新人才怪 这个威廉上来就打得米奇猝不及防 现在才察觉不该小看他也晚了 而比米奇更失落的也就是大卫了 他抱着期待参加庭审 本以为能顺利救走朱利亚 愿望却就此落空 不过他顺利帮米奇联系到 格洛利亚和朱利安的介绍人 斯黛西 这个人酷爱奢侈的生活 为了赢得他的好感 敲开他的嘴 米奇不得不吃巨子 请他去高档餐厅 斯黛西也不客气 照着菜单就点了特级和牛和鱼子酱 与此同时 助理打了电话 他刚通过人脉 拿到了喝口头的联邦法庭档案 他不仅有售卖违禁品的记录 还有一条枪支犯罪重罚的记录 而那把枪和内华达州 三起杀人案有关 因此被判了终身监禁 那他肯定会更加不择手段 报复举报过他的人 作为这顿昂贵晚餐的交换 斯黛西透露说 一年前 格洛利亚给他打过电话 说在洛杉矶不安全 需要躲一躲 斯黛西就把他介绍给了朱利安 他还说以后再也不能麻烦米奇 因为米奇一旦发现他留在洛杉矶 一些都会被打乱 这是格洛利亚的原话 可被打乱是什么意思 什么东西会被打乱 律师事务所的黑妹 向狗仔打听到罗斯福酒店的黑料 具体到当年 是哪一个员工出卖了员工的隐私 大胡子当即带着这个劲爆消息 二度光临罗斯福酒店 那个神秘的员工 当然就是现在的经理 把柄在手 他也不敢拒绝 交出了8月10号格洛利亚丧命之前 来罗斯福酒店的监控录像 大胡子将格洛利亚 出现过所有角度的视频 简洁成一段长视频 从时间码显示9点41分开始 格洛利亚走进大堂 进电梯时看了看手机 应该是在确认 丹尼尔说的837号房间 有客房的楼从装摄像头 会有隐私问题 所以这一段黑屏了 只过了五分钟 格洛利亚没找到人 去大堂询问无果后离开 就在这时 一个戴着帽子的人跟在他身后 很显然是一场跟踪 画面上看不清车牌 只依稀辨认出适量绿色思域 有深色车窗 要从茫茫山海中找到他 无疑是大海捞针 米奇去了一趟法师餐厅 只因安德利亚曾说过 这里的战将面包很有特色 本来是想着碰碰运气 没想到还真和安德利亚 来得长偶遇 两人度过了愉快轻松的夜晚 感情急剧升温 只是由于检察官和辩护律师 双方职业敏感 无法共同住现在公共场合 半年以来 他们只能偷摸在安德利亚家中约会 来接米奇上班的爱迪忍不住调侃 这已经是本周连续两次流速了 不过放心 他的嘴超炎的 今天是朱莲安的听证会 之前他曾拜托米奇传话 禁止让大卫来见他 米奇虽然答应了 但黑妹却又不同想法 他告诉大卫 有时候一次次的推开并不是真心 抗拒反而是因为内心更加渴望 朱莲安修有一件大卫 是不愿意将最狼狈的一面 重新在爱人面前 可是又不想身边有一个人 在看清自己满身穿以后 依然会毫不犹豫地紧紧拥抱 所以大卫出现在听证会现场 他用行动向朱莲安证明 没有听你的话不是不爱你 而是因为我太爱你了 米奇的对手人是狡猾的威脸 在看清他的手段后 米奇做了相当充足的准备 他首先传唤逮捕了朱莲安的 马克探员出庭 问对方 当时为何没让朱莲安 深读米兰达权力 米兰达权力是指刑事诉讼中 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的权利 这是我们熟知的那几句 你有权保持沉默 但你所说的一切 都将会成为呈堂证供等等 马克探员解释 当时是因为有个邻居作证 曾看到朱莲安 多次出入格罗利亚的公寓 所以警方才请他到警局配合调查 那时候朱莲安还不是嫌疑人 单纯问几句话罢了 所以没有让他宣读米兰达权力 但米奇已经拿到了警局的监控 他指出马克探员 将朱莲安带往面下隐藏摄像头的位置 是早就准备好 要引诱他供认自己犹罪 马克探员解释 按照流程 嫌疑人被问话是必须面向摄像头 这不就矛盾了吗 他刚才不是说 那时候朱莲安还没被当成嫌疑人吗 难道马克探员已经在心底 认定他就是嫌疑人 这也意味着之后的问话 会充满引导性质 下一个画面 马克探员以倒咖啡为由 将朱莲安独自所在温讯室 那就奇怪了 当时朱莲安不是嫌疑人 也没被逮捕 问何会被锁在一个房间里 全过程都要被监控 眼看洛瑜下风 威廉急着多次反对 奈何次次都被法官驳回 而接下来的问话中 马克探员脱下了外套 为什么 因为他善 不对 因为他热 事实上 问讯室常被称为蒸笼 使警方故意将温度调高 想让嫌疑人热得受不了 只能照顾 这个说法 法官也曾听说 之后的画面 马克探员居高临下 俯视朱莲安 甚至踩上朱莲安的椅子 威廉还想抗议 却被法官移据 你最好想好再开口 呛了回去 马克探员这个姿势 有一定的压迫感 可以视为对朱莲安的威胁恐吓 综上所述 这段问话具有不公平性 探员说的很多话 都值得被怀疑 但法官却没有被说服 他不认为 警方对朱莲安的问话 构成了羁押讯问 因此 动议被拨回 威廉以胜利者的姿态 向米奇提出庭外和解 如果朱莲安表现良好 说不定还能减刑十年 可这不就是变相让米奇认输吗 他高傲地仰头回击说 这次的结果 必须是无罪判决 万万没想到 米奇刚出法院 又一面装上麻烦 赫克托让人转送了一张传票 委托让人上写的名字 竟然是之前因为逃税 被米奇送进法院 并吊销律师执照的私来 传票员解释 那是老斯莱 这次是他的儿子小斯莱 米奇和传票员有些私交 对方还透露 除了他之外 小斯莱还给一个叫 詹姆斯的缉毒干事 以及一个叫 坎道尔的女人送了传票 米奇告别传票员后 偶遇了安德利亚 他刚接手一起棘手的家暴案 米奇和多位法官打交道 清楚他们的刑事风格 而审判家暴案的 这位法官风评很差 可莫名其妙偏心帅哥 如果安德利亚代理的是 受害者女方 那可就麻烦了 米奇从不说空话 此次倘若冒险开庭审理 胜负难以预料 安德利亚只能建议 受害者庭外和解 最多能申请到一年监禁 为家一年唤醒 强制参加愤怒情绪管理学习 虽然这不是他们想要的判决 但目前也是最好的结果了 受害者哽咽着点头 他对安德利亚说 我相信你 大胡子调查到 有家飞车厂前几天 刚找到一辆绿色私域 能拆的东西都被拆了 看不出是不是深色玻璃 就连车辆识别码也被戳没了 大胡子费了九年二胡之力 恨不得缩小金缝隙里检查 总算查到了一些蛛丝麻迹 另一边 米奇联系上小斯莱 他要求传唤米奇 撤销之前对赫克托的有罪判决 而米奇一下就听出来 小子 所有的话 都是你爹替你写的吧 小斯莱不接话 反而出传当时 米奇是找了个特殊行业女 以保护他人身安全为由 让他做了证人 这也就说明 赫克托本人已经知道 是格罗利亚揭发了他 而大胡子也替米奇查到 收到小斯莱传票的坎道尔 曾和格罗利亚是室友 所有事情都和格罗利亚有关 而关于嫉妒干净詹姆斯的消息 仍有待调查 米奇带着艾迪一同拜访坎道尔 他在听见格罗利亚的死讯后 很是震惊 眼眶一下就红了 可不知是难以面对过去 还是不想和格罗利亚再有纠葛 坎道尔并不想配合调查 直到艾迪告诉他 这次到访也和他自身利益相关 坎道尔内心挣扎片刻 才终于迎两人进了屋 坎道尔 格罗利亚 还有另外一个女人 赫莉娜曾是室友 三人互相顶办 比较危险的客人总是由格罗利亚 和另一个室友接待 比如赫克托这种人 一年前 格罗利亚谎称要去夏威夷 彼此就断了联系 坎道尔现在有了新工作 新生活 他不想让任何人得知他的过去 而他也根本不认识什么嫉妒干事 从他这里得到的线索寥寥无几 米奇托大胡子调查 格罗利亚另一个室友 特丽娜的下落 大胡子是专业的调查员 仅半小时就追到特丽娜在市中心的公寓 米奇花了一笔钱才让他开口 说是几年前 格罗利亚被一个 叫詹姆斯的嫉妒干警逮捕 就是小斯莱下船票的另一位 两人之间做了笔交易 只要格罗利亚揭发赫克托的罪行 就可以免去他的牢狱之灾 除此之外 为了确保赫克托一辈子不能出狱 詹姆斯还给了格罗利亚一把枪 让他放在赫克托的房间里 这时 监狱里的老斯莱 给特丽娜波来电话 开口就打听起米奇问了些什么 还告诉他 真相马上要水落石出 米奇突然明白 格罗利亚所说的 被打乱是什么意思 他原本以为是自己设了一个局 让格罗利亚作为证人 以此送赫克托进了监狱 没想到一切其实是因詹姆斯而起 但问题是 老斯莱怎么知道米奇在特丽娜家中 结果立刻反应过来 米奇或米奇的车被跟踪了 与此同时 助理看见大胡子贴在电脑上的车辆识别码 这里解释一下 虽然丢弃车辆的人搓掉了车辆识别码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 其实识别码会打在车身多个位置 大胡子也是凭死在发动机钢体上 找到了没有被处理掉的识别码 而助理在搜索识别码后 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他知道跟踪格罗利亚的帽子男是谁了 毕舍普 现在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员 就是开头因伍德森案 和米奇结手的警探 助理深挖了那辆绿色私域 他有一个实体报案记录 签字的人叫杰克 此人这是毕舍普的前搭档 三年前刚退休 所以毕舍普为什么 会在格罗利亚遇害当晚 开着被盗的车在他身后跟踪 大胡子连夜检查了米奇的车 没有跟踪起 艾迪也从未留意到是否有可疑的人 几人现在最有用的线索 就是昨晚特里纳的那番话 可以证明赫克托确实对格罗利亚起了杀心 毕竟他不只是揭发了赫克托 还有意栽赃 而这一系列事情的启动者 詹姆斯 他的名字反复在调查中出现 不可能是巧合 米奇回头看着线索墙上 格罗利亚的照片 斯西被拉回两人第一次见面那天 那时候格罗利亚的同事 刚被赫克托杀害 他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愿意出面帮米奇作证 格罗利亚精神状态很差 一提起赫克托就作呕 米奇安慰他时 看见墙上的蝴蝶兰挂画 才知道他以前和母亲住在夏威夷 公寓阳台住满了蝴蝶兰 和母亲过往的平淡生活 是格罗利亚一团造的生活里 唯一的精神寄托 他抬头看着米奇戴的棒球帽 说起爷爷也曾是个棒球迷 米奇顺手取下帽子送给他 保证会帮他渡过难关 两人在那时 似乎就定了无形的约定 米奇也对他给予厚望 以为他摆脱困境后会好好生活 可没想到 事情最后的发展 却偏离地遇上了轨道 米奇去检察官办公室找了安德利亚 由于两人的职业关系都比较敏感 安德利亚只能在同事面前 表现得异常冷漠 但米奇也不是来找他你弄我弄的 他向安德利亚打听 调查员都是如何被分派案件的 关于这个问题没有硬性规则 部分调查员和检察官工作关系密切 部分调查员有某种类似案件的专长 也有时候 调查员会主动询问检察官 是否需要帮助 总的来说 调查员是可以自己选择案件的 在米奇走后 安德利亚招来助理 加报案的加害者申请出狱 参加祖母的葬礼 安德利亚需要写一份 克鲁兹豁免协议 具体是指允许对已经认罪的被告 暂时解除羁押 类似于大夫翁里的出狱卡 而获免协议是有时效的 安德利亚拙听只给了24小时 他本想通知受害者 加报的丈夫即将出狱一天 可因为上司进来 询问米奇为何光顾检察官办公室 这件事也暂时被搁置 大胡子找到一位退休医生 医生曾为各大犯罪组织服务 和赫克托之间有过交集 大胡子想知道医生此前 是否见过毕社普 自从结婚有了孩子后 医生就对黑暗的过去只字不提 大胡子也因此抓住他的弱点 毕他说出十年前 亲身经历了两个犯罪团伙的火病 而毕社普之前是命案组的警探 这起火病案件他有可能接受 这就说明 也许他和赫克托之间有关联 而医生能说的 就只有这些了 米奇就探望了住在福利院的里格尔 这里对老人的每一餐饮食 都严格管控 按照规矩 米奇在进房间时 前台要仔细搜查他的公文包 确认他没有加带任何 不利于里格尔健康的食物 虽然什么也没搜到 但前台看他的眼神 还是充满了怀疑 可米奇是谁啊 全身上下遍布了心眼 他早就想过 里格尔快被这里的清淡饮食逼疯 在公文包的暗格里 给他准备了加油加速的三明治 也怪不得前台会怀疑他 实在是太狡猾了 作为回报 里格尔听米奇说了这七天的烦心事 主要还是因为手头的这个案子 有一个可疑的嫉妒干事 詹姆斯 一个执法犯法的前警探 现检察官办公室调查员 毕舍普 一个大毒箱 赫克托 他将案件委托给 被吊销执照的律师 老斯莱 和他的儿子 小斯莱 还有一个无辜的当事人 朱利安 正被关在牢里 而所有的事情 都和死者格洛利亚有关联 昨天米奇接到船票 赫克托兼车 是被嫉妒干涉和格洛利亚陷害了 要申请人身保护令 里格尔提出一个问题 立刻正中八心 人身保护令是什么时候申请的 米奇查过 六个月前 哪个律师会同意在申请保护令后 等六个月再发船票 即便小斯莱 刚刚接触律师行业 那他爹也会这么蠢吗 完全说不过去 这些旁人一眼看穿的信息 却让米奇深陷迷雾之中 他身上背负着格洛利亚的死 至今都还觉得满是负罪感 可里格尔告诉他 执着一成年往事 只会将自己拖入深渊 格洛利亚的命运是自己组成的 米奇该在意的是 如果他的当事人真的无辜 他就必须马上理清头绪 因为这个世界上 没有比为一个蒙受冤屈的人挺身而出 更高尚的事业 米奇回家后反复翻看案件 助理则在办公室彻业调查 他注意到寄给坎道尔的船票 而米奇也对比了曾收到过的船票 然而同时发现了盲区 坎道尔收到的这张船票上面 法院的印章是假的 或许是小斯莱想让坎道尔误以为是真的 这样他就会愿意开口 可为什么小斯莱等了半年才下船票 又为什么非要造假船票 只有一个可能 米奇他们不是第一批收到船票的人 格罗利亚才是 按照这个想法推测 赫克托就没有杀害格罗利亚的嫌疑了 枪的来源是栽赃 赫克托太需要格罗利亚为他作证 这样他就能洗脱罪名 所以他先委托老小斯莱 给格罗利亚下船票 而在那之后 格罗利亚死亡 就是有人不想让他开口作证 那么会是谁呢 毕社普 还是基督干使 詹姆斯 与此同时 安德利亚接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 家暴案的受害者 被人发现全是荒野 从接到消息的那刻起 安德利亚的大脑一片空白 他看见受害者的遗体 浑身发抖 出警的警探告诉他 受害者的丈夫 默认了受害者的生活规律 沿途等着他经过 下了死手 安德利亚看着恶魔的那张脸 心里满是悔恨 他强撑着回到检察官办公室处理案件 脑海里紧绷的闲 在看见受害者的父亲后段了 他和对方相对而坐 听着诉苦般的唠叨 使他印象最深的 是受害者父亲说的那句 我告诉他 他一定会受到保护的 这句话和受害者的 我相信你 有同样的分量 两根拔不掉的字 扎在安德利亚心中 在见到米奇之后 他卸下心房 哭出了声 他说永远都不会忘记那天 本来是要打电话提醒受害者 他的丈夫要出狱一天 让受害者想办法夺夺 却因为上次进办公室谈话 明事又多了场员工会议 通知的事就被他搁置了 而这个事物 安德利亚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第二天 告别安德利亚后 让米奇没料到的事发生了 他一直寻找的嫉妒干事詹姆斯 竟然直接潜入他的车中 詹姆斯说赫克托 是十二不是的罪犯 他刚十九岁时 就背负了七起命案 更别提这些年 在社会上摸爬滚打 手中早就染血无数 詹姆斯才不在乎证据是否为时 只要能将赫克托送进监狱就好 他警告米奇 选择站在哪一边 你得想好 谈话结束后 艾迪姗姗来迟 他解释刚才明明已经锁好车门了 但现在的米奇也没功夫多想 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赫克托的人身保护令申请 和格罗利亚的谋杀案有关 而赫克托入狱是詹姆斯一手造成 很可能是詹姆斯得知 赫克托给格罗利亚下了船票 叫要他作证 所以才通下杀手 所以米奇要说服赫克托 成为他的当事人 大胡子提到当年的两大黑帮火币 黑帮之间会涉及违禁品交易 命案组的人和基督局都有可能介入 毕摄普和詹姆斯之间或许有联系 现在需要找到夜庄 能证明两人发生过交集的案件 这项任务就落到黑妹和助理头上 还有一件事 詹姆斯让格罗利亚栽桑用的枪 可以追溯到拉斯维加斯一家枪械店 老板名叫巴德文 他在赫克托受审期间作证 说他亲自把枪卖给了赫克托 肯定是谎言 需要大胡子亲自去调查真相 夜晚时分 大胡子赶到拉斯维加斯 拍下了巴德文和他妻子安博的照片 巴德文的口风很紧 拒绝提供和那把枪有关的任何线索 而助理在看到安博的照片后 一眼认出他手中的分体体包 价值三万美金 这绝不像是一个小枪械店 能负担得起的 安博在赌场工作 但也会给顾客提供违禁物 这就好解释 他是如何支撑昂贵的消费 而在大胡子提到詹姆斯的名字时 安博的脸上 突然闪过一丝惊恐 大胡子从他那里打听到 詹姆斯会用直权胁迫别人 干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 安博此前因携带违禁物被捕 詹姆斯带领的基督组介入后 安博就被搁置 推测是因为他丈夫同意了 会在赫克多的摄枪指控做违证 挂断电话后 艾迪突然问米奇 真的要为赫克托进种人辩护吗 一旦他出狱 不知会带来多少麻烦 米奇告诉他 如果有人要坐牢 那应该是为了他真正犯过的罪 可不知为何 听见这话的艾迪 神思有些不自然 在这里可以推测一下 艾迪是不是幕后凶手的帮手之一 米奇接到格罗利亚案子不久 艾迪就通过米奇的女儿找他帮忙 米奇缺一个司机 那么刚好 艾迪会开车 身手又好 这么理所当然成了司机 未免也太巧合了 而他随时开车载米奇来回 米奇也习惯在车上办公 似乎就能解释 为何之前米奇的行踪会被泄露 回到故事本身 米奇很快到了老斯莱所在的监狱 赫克托同样也被监禁于此 即便两人和米奇都有过不愉快 但现在彼此的利益紧紧相连 老斯莱也不可能真指望他的蠢儿子 能帮赫克托赢得辩护 当年的真相是 赫克托在床上躺得好好的 突然就冲进来一群警察 在床头柜里分别发现违禁物和枪 于是干净利落脆 他得了个终生成就奖 唯一有栽赃嫌疑的 就是和赫克托来往密西的格洛利亚 在老斯莱的引荐下 米奇在监狱后手见到了赫克托 他在这里的势力也不小 狱警和犯人们都对他言听计从 赫克托说自己动手从来高调 偷蒙在别人床上放响尾声 不是他的作风 格洛利亚是赫克托最喜欢的女人 加上他还需要格洛利亚作证 掐的来源是栽赃 又怎么可能杀害他 赫克托的诉求只有一个 出狱 所以他接受米奇的建议 成为米奇的当事人 黑妹将调查的案件范围 缩小到山谷地区 在地图上用红蓝绿三种图钉 标记了不同类型案件 大大小小约三十起 而在十年前 蒙哥玛丽大道发生了一起双重命案 和违禁品贩子有关 办案探员正是毕舍铺 案子始终没见 大胡子回到办公室 三人一起调查到 那起双重命案里 詹姆斯就是毕舍铺的联系人 两人之间的关联找到了 可就在此时 埃迪在着米奇返回的途中 一辆车突然撞了过来 米奇的车子翻滚了十几圈 激进报废 他大难不死 只是受了一些伤 但当他费力爬出车后才发现 埃迪死了 几天后 埃迪的葬礼如期举行 女儿崩溃般大吼大叫 认定一切都是米奇的错 而这件事也更加坚定 米奇要救出真凶的决心 为了确保幕后之人的再次突袭 不会伤害到米奇 助理给他的新车做了防弹加固 配备了全天后的贴身保镖 而黑妹 则担任起米奇的新四季 离格罗利亚案开停不剩多少日子 米奇一行人已经猜到 威廉会如何出牌 他首先会指出朱利安 是如何利用经济情况窘迫的人赚钱 博得培圣团对受害者的同情 接下来就会传反一出艇 告诉培圣团 格罗利亚舌骨和金箍骨折 再传唤马克探员 证明朱利安承认 和死者发生过暴力冲突 然后还有那个邻居 他们证明隔壁发生了争吵声 而这就会是米奇的第一个切入点 公寓楼前只有前面有摄像头 后门被投诉多次依然没有加装 这样可以给陪圣团留下印象 还有其他人能通过别的途径出入大陆 威廉的手段米奇见过 喜欢在最后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 他在法庭上传唤了一个特殊行业者 也是朱利安的下线之一 这个男人说朱利安 曾经因为没收到合适的钱 就对他拳脚相加 打得他可惨了 威廉的意图就是想向陪圣团证明 朱利安有严重的暴力倾向 但米奇做足了准备 他调查到男人曾荣获重量级拳击锦标色冠军 所以他是在开玩笑吗 有几个人能打得过他 除此之外 男人曾依三次招揽非法生意被捕 其中两次被送去做康复 第三次被指控还在等待结果中 但按照规定 如果已经接受两次康复质量 通常没有资格再参加第三次 这种特殊情况是谁批准的 男人的指控是在河滨县等待判决 这不就恰了 威廉此前就是河滨县的检察官 最近才被调任到洛杉矶 有没有可能是他给了男人什么承诺 才换得今生的出庭作证 威廉在这次庭审中吃了鞭 下次肯定会想尽方法完成空方检举 米奇准备了一长串证人名单做反击 所有名字都合对过了 唯独有一个人 彼得 这个从始至终没有出现过的人 他是谁 又会担任怎样的角色 而米奇告诉他们 这是一个陷阱 彼得就是他所放弃的诱饵 首先 大胡子和黑妹装作电视台工作人员 也要征用拍摄地为由 拿走了彼得房子的所有钥匙 还送他出国旅行两个列班 看米奇想要这套房子来干什么 别急 我们接着往下讲 米奇提张了那份名单 总有33个人 半个紧急的人都被加了进去 包括詹姆斯 并且连威廉的调查员 毕舍普也被登记其中 而威廉只有意志的时间 去调查这些新增证人的资料 在此期间 要先从有获批准的证人开始 继续展开辩护 毕舍普质问米奇 为何他也会在证人名单里 米奇只是向着调侃 能不能每次都要在洗手间里邂逅 毕舍普再三强调 他和案件没有任何关联 可米奇反问 那你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现在跑来此地无银三百两 是什么意思 回到法庭后 米奇做了开庭陈词 正常情况下 辩护人士会尽力避免 向陪舍团展示受害者的照片 这往往是公诉人 需要让陪舍团同情受害者的手段 问题是这起案件 丝毫不是正常情况 格罗利亚是米奇的前当事人 是被告朱利安的同事兼朋友 不管他从事什么职业 都不应该以现代的结局断送姓名 任何人都不能 所以最重要的 应该是将真凶神迹以法 而米奇手头的证据 会证明朱利安不是他们要找的真凶 反而是另一起阴险罪行的受害者 纳其罪行远在本案诉讼范围之外 这个计划从未对朱利安 以及大卫提起过 米奇的一番陈词之下是在玩阴谋论 两人担心到底是否能拼死反转局面 而米奇和助理说 当天夜里 意外再次发生 黑美刚载着米奇回家 潜伏在附近的安全部警员便冲上来 以逮捕非法移民为由 抓走了米奇的保镖 很明显就是詹姆斯的诡计 他已经开始向米奇宣战了 办公室的人干脆加强安保 给米奇配备了四个大汉保镖 还都是艳明身份的那种 詹姆斯应该没办法再对他下手了吧 米奇打算尽早传唤詹姆斯出庭作证 但前提是要证明他和本案有关 前面三十个证人的作用 就是把单证明一环扣一环 每个证人提供给他 传唤下一个证人的理由 一直到詹姆斯为止 庭审正式开始 米奇传唤了第一位证人 船票员 此前他按照小斯莱的要求 在8月3号下午6点 给格洛利亚送个船票 拍下的照片上有时间戳击 暗游是赫克托的人身保护令 据船票员回忆 收到船票大多数人的反应会很生气 但看格洛利亚的情绪 更多的应该是恐惧 而在船票下的第一周后 格洛利亚离奇死亡 船票员该回答的问题结束了 下一个接受传唤的则是小斯莱 他说是接到了监狱里 赫克托的委托 而他在调查后 发现警方搜到的那把枪 极有可能是栽赃 所以才为赫克托申请人身保护令 和向格洛利亚下船票 要求他出面作证 而格洛利亚的室友特丽娜 还从下小斯莱透露 格洛利亚承认是基于詹姆斯的命令 所以才会栽赃赫克托 威廉指出 小斯莱从事律师行业不到两年 之前从微商法庭参与过任何案件的申理 怎么会突然成为大毒枭的代理律师 原因只有一个 经他那在监狱的父亲 老斯莱的介绍 一个因逃睡被吊销执照 现在仍在服刑此的律师 他和赫克托 两人都是罪犯 难保他们不会暗中勾结 下一个被传唤的证人是特丽娜 本来他只需要证明小斯莱的话 签出詹姆斯和案件有关联究信 可让人意外的是发生了 当米奇提到詹姆斯的名字时 特丽娜却适口否认 说根本没见过这个人 还抹黑米奇 说是他给自己 承担了市中心公寓的房租 所以才同意做围政 但现在他想通了 还是说实话更好 特丽娜的出现起到了反作用 连法官都开始怀疑米奇收买证人 但身经摆着的他丝毫不慌 问起自己是什么时候 为特丽娜租的公寓 他说是去年12月份 但第一次见面不是今年4月 这不就矛盾了吗 特丽娜立马改口 说是小斯莱以米奇的名义 给他租的 就是想让他在詹姆斯的问题上撒谎 又矛盾了 既然他都不知道詹姆斯 又该如何为他撒谎 特丽娜又狡辩 他说是没见过这个人 可从没说过他没有听过这个人啊 本该出面作证的特丽娜突然反水 不管怎么想都觉得里面大有文章 好在米奇的运气不算太差 当天夜里 负责管理监控的大胡子和助理 不知道詹姆斯和毕色普行动的画面了 第二天一大早 办公室的人连同里格尔 迫不及待看了监控画面 还记得被莫名其妙 加到这人名单里的彼得吗 牵固显示前一天夜里11点50分 毕色普和詹姆斯在他家的柜子 以及冰箱里放了不少违禁物 事情还要从助理和黑妹调查就案说起 他们查到十年前 蒙哥玛丽大街的双重命案 和两大黑帮火遍案有关联 而接手案件的 正是詹姆斯和毕色普 奇怪的是那次没有出警 没有查获任何丧物 案件就这样悬了十年 初步推测是詹姆斯两人动了手脚 于是米奇他们故意在33个证人名单里 加上彼得的名字 他的房子就在发生双重命案的马路对面 毕色普是威廉的调查员 他在检查所有新增证人后 看到了彼得的住址 必然会怀疑 为什么米奇要把他加到证人名单上 为了掩盖十年前的丑闻 毕色普肯定会有所行动 所以黑妹和大胡子伪装成电视台人员 借用了彼得的房子 在每个房间都安装了摄像头 还真就拍到詹姆斯和毕色普 打算用违禁物在葬彼得 这样就算彼得成为证人上庭 证据也就没了可信度 詹姆斯两人如此大费周章 也就说明 米奇一些人快要接近真相了 但里格尔却很担心 因为米奇他们的做法 同样是违法行为 如果将录像当作证据呈上法庭 所有人都要面对难以估量的心情 米奇又该如何选择呢 这个问题突然也困扰着米奇 他在办公室里思索了好些日子 始终没想好 怎么处理这个定时炸弹 眼看又到了开庭的日子 由于上次特里娜的搅局 米奇想要传唤詹姆斯作证的计划 只能延期 大概率来说 应该是特里娜被詹姆斯威胁 所以才改了证词 于是米奇让大胡子去联系特里娜 他子和助理一起去了法院 开庭前 威廉提出要新增33个新证人太不妥当 而已经拿到证据的米奇甲义妥协 在名单上发誓了大部分人选 只留下老斯兰 彼得和毕舍普 而他们的作用 就是将最关键的证人 詹姆斯退上法庭 威廉这次都以证人与本案无关为由 是团让法官驳惠他们的申请 奈何助理在米奇身边多年 能言善变的技能早就点满 几次唇枪折战下来 根本不用米奇开口 威廉连话都插不上 而法官也很欣赏助理清晰的逻辑思维 投应了米奇这边的申请 大胡子去了特利纳在市中心的公寓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房间里乱糟糟的 最近的物件早就被收走 看来是特利纳不想惹祸上身 匆忙逃走了 米奇灵光夜闪 顿时想到特利纳会躲藏在何处 本次开庭的第一个证人是马克探员 米奇向法庭出事了 格利亚申请的通话记录 8月24号马克探员拿到过这份记录 就在记录的第九页 有一个尾号6700的电话 拨打时间是在8月3号下午6点47分 8月3号是格洛利亚遇害的一周前 而他收到船票的日期 也是在8月3号下午6点06分 时隔41分钟 格洛利亚就拨打了6700的电话 但马克探员却声称 不记得自己是否调查过此次通话记录 米奇在法庭上给6700拨了电话 接通后对面提醒 是基督及洛杉矶分局 现场瞬间哗然一片 格洛利亚为何会给基督局打电话 难道是为了联系里面的某个人吗 比如基督干使詹姆斯 米奇又问 马克探员是否知道 格洛利亚说到船票仪式 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 而马克探员坚称 他核查了得到的所有信息 认定船票和本案没有任何关系 仅仅只是巧合罢了 可我们已经了解到 格洛利亚刚收到那张船票 就给基督局打了电话 那看上去好像不是巧合啊 鉴于刚刚听到的证词 能证明基督局的人 确实和格洛利亚有牵扯 威廉再没有反对的理由 而法官也同意了 让詹姆斯出庭作证的申请 但前提是只能 提合本案相关的问题 接下来 只要保证大胡子 能亲手送船票给詹姆斯 一切就可以顺利进行 而此时大胡子 按照米奇的指引 是了格洛利亚的室友 坎道尔家中 和米奇猜得没错 特里娜正藏身于此 下一个证人是罗斯福酒店经理 8月10号晚 贾民丹尼尔的客人 在837号房间打电话 约了格洛利亚见面 根据酒店的记录 事发前一晚 确实有个叫丹尼尔的客人 和他的妻子在837入住 可他们8月10号 下午4点15分就退房了 之后837房间 一整天都没人登记入住 在得知格洛利亚的死讯后 经理也在酒店进行了调查 他在法庭上交出了 当晚的监控录像 还套路说案发案后 有个叫毕首普的调查员 拿走了这份录像 米奇很无辜地对法官说 他们之前可不知道 这份录像的事 而奇怪的是 魏廉也表示自己根本不知情 于是法官给了双方 一个小时的时间查看录像 但这其实是米奇的计谋 他们要想办法让这段录像 成为物件 却又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他们早就看过了录像 一个小时后 法庭播放了 罗斯福酒店的监控录像 清晰可见9点41分开始 格洛利亚在酒店里的行动轨迹 其中最让人怀疑的 就是坐在大厅里戴帽子的男人 格洛利亚刚离开时 他也准备走 可当格洛利亚折返 他立马做回忆自上 格洛利亚二度离开后 他又站起深刻了上去 这不是尾随事什么 辩护方和工作人员都没了问题 天神暂时结束 走出门的米奇和助理 恰好目击到威廉和毕首普内讳 想都不用想 肯定是因为毕首普隐瞒了录像的事 一行人回了办公室 大胡子没能见到詹姆斯本人 他的律师替他接收了船票 肯不肯上提还说不好 特利亚担心自身的安全 制止出庭作证 但他私底下承认 是遭到詹姆斯威胁 才会改口供 而和詹姆斯一同去找他的 还有另一个人 但那人并不是毕首普 所以詹姆斯还有一个 从未露过面的帮手 庭审继续 但新的意外再次发生了 竹林安从监狱出发去法庭时 突然被一个囚犯袭击 失血过多 当场倒地 按照对威廉的了解 他肯定会第一时间申请留庭 一旦法官同意 就意味着集装案件又要从头再来 米奇他们的努力也会付出东流 感觉法院的路上 米奇似乎看见格洛利亚坐在后座 他说 米奇 别再大意 一定要成功抓住那些混蛋 就当是为了他 紧接着 爱迪的声音也出现了 他说米奇又犯了老毛病 不管身边任何人出现问题 他总觉得是自己的错 佛教徒曾说过 不管第一支箭有多疼 被第二支箭射中时 总是更疼千万倍 因为第二支箭 往往是为了惩罚自己被第一箭射中 而主动射向自己的 与此同时 毕尚普坐在庭外 看着和儿子的合照 若有所思 和米奇料想的一样 威廉向法官提出了留审申请 朱利安现在情况不稳定 不可能无限期的留置配身团 但米奇和助理持有反对意见 在此实践不按揭留审 意味着严重的不公正 首先 洛杉矶纳税人们 在本案花费了可观的经费 朱利安为了辩护 也投入了大量金钱 更不用说他在监禁期间 健康方面受到的严重损害 更重要的是 威廉团队对于米奇精心 构建的辩护策略 信仰了如指掌 如果重审 会让他们在新一轮审判中 获得不公平的优势 根据刑事诉讼规则 第43条明确规定 可以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 继续审理 其他一些司法管下去的案件 也开过审理 法官此时有些犹豫不决 让两番人等到午餐后 再宣布裁决结果 朱利安身体大量出血 一侧肾脏严重撕裂 不得不摘出 他的心脏一度停跳 危在旦夕 幸运的是 经过医护人员专业的抢救 他挺过来了 并且恢复到 可以继续手术的稳定心率 大胡自从相处的 育友那里拿到消息 捅竹莲的人叫拉罗 因谋杀指控被关起来 除此之外 暂时还没有其他线索 米奇忐忑地等到了午餐之后 法官正准备宣布结果 旧人通知詹姆斯同意出庭 并带着律师一起到了法院 于是法官决定破例一次 在没有陪审团和被告的情况下 先听取詹姆斯的证词 并记录在案 就算案件真的留审 也会给二审节省不少时间 法官没理由不同意 但事情真的很不对劲 之前詹姆斯咬死不松口 朱莲安刚受伤 案件面临留审 他立马就同意出庭 要说里面没问题 估计都没人相信 詹姆斯说 他为缉毒剧工作了23年 早就注意到犯罪集团的头脑 赫克托 直到赫克托因罪被判终身监计 他才松了一口气 詹姆斯坚称自己不认识格罗利亚 8月3号也从未接到过他的电话 更不可能知道什么传票的事 至于被告朱莉安 公导人威廉 詹姆斯也一口咬地 平时和他们没有半分交集 当时说起威廉的调查员 毕社普时 詹姆斯不得不硬着头皮承认 认识 但不熟 只在十年前的双重命案里打过交道 在那以后就分道扬镳了 米奇无法将那段监控录像作为证据 除开本案相关的问题也无法多问 凭詹姆斯刚才的表现 仅由米奇一行人知道 他在法庭上撒了谎 可该怎么让法官也相信呢 而所有人都没注意到 詹姆斯和他律师走时 毕社普望向他的眼神 别有一番深意 威廉再次提起抗议 请求法庭在证人名单里 删除詹姆斯的名字 米奇立刻和黑妹打了一通电话 让他撒谎说朱利安已经清醒 借此向法官申请 暂时被奥救是否留审做出裁决 法官着急给了米奇一个半小时时间 他马不停停赶往医院 过时的父亲突然出现在后座 似乎是想告诉米奇应该怎么做 米奇一直都希望自己能成为 像父亲那样的优秀律师 证据就是他到现在 都戴着父亲的纪念戒指 而父亲则告诉他 如果你想变得比我更出色 那么你就要采取一切手段 赢得无罪判决 这才是当事人需要的结果 朱利安的状况并不好 虽然成功扛过了手术 但至今仍昏迷不醒 谁都想给他一个公道 可大家都清楚 法官已经在考虑案件留审 而米奇第一次做出如此重要的决定 他铁而走险 模仿朱利安的刺激 签下免责声明 于是案件在他缺席的情况下继续审理 威廉对这份文件却有怀疑 于是法官便传唤大卫上庭作证 他向法庭宣誓 接下来的话只有事实 因为在这种时刻 只有的一切都可以抛开不谈 为心爱之人讨回公道 才是必须要做的事 相信即便朱利安之情 也会支持大卫的作法 而大卫也配合米奇 承认了这份文件的有消息 宝箱上面的字迹 就是朱利安的亲笔签名 威廉威胁他 作伪证可是重罪 最高可判四年监禁 大卫也面不改色 坚定地告诉他 绝不就该证词 本法庭从未有过证人缺行 却还需要继续审理的心理 这仍是个复杂的决定 有很多彼此冲突的因素需要考虑 但鉴于确实得到了被告的意愿 法官决定 不宣布本案流程 明早9点继续刊庭审理 这一次米奇主动找上毕社普 给他看了从彼得家中拍下的画面 他无奈地闭上了眼 没有说话 米奇告诉毕社普 他本人确实很糟糕 但至少杀人害命不是他会干的事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相信他的内心深处 也很想纠正自己做过的措施 而毕社普沉默了好一阵 将录像还给米奇 提醒他 不要在法庭上拿上了 庭审继续 而这次的证人 是米奇坚持要传唤的毕社普 他迈着沉重的步伐 走上这人一起 米奇坚以为想撬开他的嘴会很困难 可没想到 他就像是放弃了挣扎一般 在简单介绍自己的职业生涯后 传认自从他进了检察官办公室工作 就盯上了朱利安的案件 因为背后有人要他这么做 而这个人 就是詹姆斯 威廉申请休庭和毕社普交流 可毕社普现在是证人 按照规定 在说完证词之前 没有任何人能接近他 审理得以继续 而米奇也注意到 法庭上间被安插了詹姆斯的眼线 毕社普交代 罗斯福酒店里那个神秘的帽子人 其实就是他 当时詹姆斯只说格鲁利安是他的信任 不知为何突然失去联系 便给了一张照片让毕社普调查跟踪 8月3号那天 毕社普签示用假名 在罗斯福酒店开了836号房间 中途发现对面的837正要退房 趁他们不注意当入门 并潜入房间 用上一任房客 丹尼尔的名字 给卓里安波去电话 指明2月格罗利亚见面 在那之后 毕社普就离开了 直到晚上9点才回酒店 在大堂等待格罗利亚出现 他到了837号房 却发现没人 到前台询问才知道被放了鸽子 离开时毕社普本想跟在身后 格罗利亚就突然折返回前台 索要停车卷 在此离开时 毕社普才跟着他离开了酒店 并委携去了他所住的公寓 法官打到了米奇的询问 询问毕社普是否需要律师 得到的答案却是否定的 或许是他压抑太久 能输出真相反而更加轻松 于是法官让罚警收走了他的配枪 确保在庭审时不会发生任何意外 毕社普接着交代 当晚他在格罗利亚公寓对面停好车 就将位置发给了詹姆斯 大约在10点45分左右 他看见朱利安走进公寓里 待了足足15分钟才出门 又过了10分钟 詹姆斯姗姗来时 他告诉毕社普 格罗利亚在8月3号 收到了一张船票 给基督局波西电话要找他 在此之后就失联了 所以他只是想和格罗利亚 说几句话罢了 接着 詹姆斯并没有直接敲公寓的大门 而是要到了没有监控的后门 毕社普的任务结束也就离开了 此后发生的事 一概不知情 而毕社普之所以要帮詹姆斯 无疑是因为有把柄握在他的手中 10年前 毕社普还是警局警探 正在侦办一起双重命案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 双手是名为华雷斯的犯罪集团 但仍至此走进了死胡同 再无线索 那一年 毕社普的事业正在走向坡路 妻子和他立了婚 又因为他拿不出肺养费 禁止他探望儿子 正在这时 詹姆斯找上毕社普 花了一大笔钱说服他 自那几双重命案例为悬案 反正死的是两个罪犯 无人在意 毕社普还能拿上前见的儿子 当时想想确实是个很划算的买卖 可没想到他就此踏入詹姆斯的陷阱 毕社普收了钱 就等于被詹姆斯捏住把柄 他控制毕社普 做了不少见不得光的事 格洛利亚死后 毕社普也质问过詹姆斯到底做了什么 可他脚边说进房间时 格洛利亚就已经没了呼吸 便放了一把火石图抹出痕迹 毕社普根本不信他说的话 但很多事情 也不是他有能力掌控的 毕社普说完 热泪盈眶 他没有支出任何悔恨的话语 就在所有人都没留意他的时候 他掏出藏在身上的第二把枪 那几枪声沉闷至极 隐约夹杂的生生抑郁 是他对受害者们 同时也是对自己人身的一句歉意 案件开始有了好的走向 法庭驳惑获了威廉的起诉 朱利安苏醒后听到的第一个好消息 就是他重获了自由 但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朱利安受了这么多的苦 不拿一笔丰厚的补偿说不过去 而早该被判刑的扎姆斯也不知所踪 他仍是一个潜伏在阴影里的定时炸弹 好自安德里亚给办公室送了一打资料 事关拉罗 也就是那个捅伤朱利安的囚犯 他身上背了几起违禁品的案件 而在看见违禁品上的蓝星图标后 大胡子明白 他们又找到了突破口 毕舍普和詹姆斯 放进彼得房子里的违禁品 以及恰心店老板妻子 安博售卖的违禁品 同样也有蓝星图标 而这个图标 仅有华莱斯犯罪集团的分支机构才会使用 这个集团制造了十年前的双重命案 就是詹姆斯贿赂帝舍普 让他变成全案的那一种 综上所述 其实詹姆斯就是华莱斯犯罪集团的同伙 他针对赫赫兔的原因 并不是想打击犯罪 而是铲除和自己势力相当的对手 他利用格洛利亚达到目的 在格洛利亚想说出真相时 又将其残忍伤害 这是一场长达几十年的腐败 而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调查员 毕舍普也是詹姆斯的傀儡 到了现在 估计缉毒局也会觉得丢人 巴布的詹姆斯干脆不要出现 能曹操掩盖过去最好 也就是说 没有人会为格洛利亚 以及艾迪德斯负责 也没有人在意朱莉安惨痛的遭遇 天知道还有没有别的罪行 但先不提这个 至少地方检察官应该 同意赔偿一大笔钱 这就是米奇的诉求 格洛利亚案结束后 米奇的办公室又恢复短暂的宁静 他接到赫科托打来的电话 对方在出意后送了他一份大礼 在逃的詹姆斯已经被赫科托索命 所有人都不用再担惊受判 而地方检察官也同意赔偿 发来了和解谈判的协议 怎么说呢 好长一串林 一见看着尘埃落定 恍惚见米奇又看见 一直被他寄惯的格洛利亚 依旧吓得那么开朗的艾迪 还有一人自己为师的父亲 他似乎能给这些人 一个完美的交代了 但隐藏的暗处的危险仍然在继续 就在米奇夜里开车回家途中 突然被交警拦入巨龙 原因是车牌不知为何被偷走了 而再仔细一看 后备箱竟然在往外逃去 招警不停解释逮捕了米奇 打开后备箱后 里面恨然有一具尸体 他又被盯上了 而这次对他下手的 又会是谁呢 我们只能在下一集里寻找答案了 林肯律师一记比一记更强 到了第三季 评分季节飙升8.5 从头到尾 首先都是讲了一桩案件 涉及到的线索和人物错综复杂 一环扣一环 环环相扣 时间线又会来回穿插 比起普通的探案剧要烧脑得多 稍不仔细看可能就会遗漏线索 但整体的故事流畅感很强 涉及到线索和动机也不会僵硬 更重要的是 虽然会有个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发展 但绝不会脱剧情 也不会让人反感 被评为年度最佳律证据真的不为过